大家除了要訂閱我的頻道之外 記得按下小叮噹 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了 最近香港的疫情又嚴重了 我也很少外出吃東西 但我又很掛念茶餐廳的太陽蛋蔥油豬扒飯 那我就一於在家製作吧 看上去食材就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做出來都需要一些技巧 今天的這段影片就正了 我會一次過跟大家分享幾樣東西 包括就是怎樣醃製鬆軟而入味的豬扒 第二就是怎樣做美味的蔥油 第三就是會教大家怎樣去煎焦邊 而又流心的太陽蛋 好事不宜遲大家首先看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這個是兩位肉肉獸的份量 首先我們把買回來的豬扒解凍 接著我們就把豬扒放入一個容器裡面 然後注入清水 清水要浸過豬扒面的 然後就加入半茶匙的食用梳打粉 然後就攪勻梳打水 我們給大約30分鐘的時間 讓豬扒在梳打水裡面浸一浸 當豬扒浸完梳打水之後 你會發現豬扒鬆軟很多 在浸泡的過程也幫助把雪味和血水帶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豬扒一邊清洗一邊啤水 整個過程我用了大約10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可以避開水 然後把豬扒瀝乾 我會把豬扒一塊塊攤開讓它乾乾水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爭取時間做剪筋的部分 每塊豬扒都有很多筋 我們只需要在筋位置輕輕把它剪斷 將筋剪斷的好處 就是待會煎豬扒的時候 豬扒不會那麼容易捲起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瀝乾水的豬扒 輕輕用刀背和它刮鬆一點肉 我們只需要打橫打動輕輕地刮幾十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拿廚房紙出來再次印乾水粉 兩邊都是一樣這樣印乾 兩邊都是一樣這樣印乾 我們加入所有醃豬扒的醃料 醃料在較早前都有提及過 包括有鹽、糖、生粉、胡椒粉、醬油、少許紹興酒 大家再做好一點的 應該是先將調味料拌勻 然後先將豬扒拌勻 然後再加少許油 然後將它拌勻 然後再加少許油 然後再加少許油 晃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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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